中国的所在地 那左边呢是南边 南边呢就是大陆的平潭岛 那正前方呢是大陆的 什么呢 产乐机场的所在地 那闽江口是在西局 有没有看到 码头这个地方延伸过去 那这个地方才叫闽江口 所以说闽江口产乐 我们再过来延江 福青 还有什么梅花 大陆平潭岛 是整个一系列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了解了 这里的地理位置以后呢 我们才来讲这个 所以说当初呢 不是有在这个地方的海盗 都要从哪里呢 进出哪里 闽江口对不对 所以说有这个地方为基地 来打劫这些船只 这些船只打劫好了以后呢 所有的财物珠宝物资呢 放在船上 那船有多大呢 是不是很傻 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放到船 这个岛礁上面来 这样了解吧 所以说才有这个所谓的 藏宝图的所在地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 所以一定要先看这边 再来看这个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是继续看这边 好 就是 哈哈哈哈 藏宝图的所在地 因为是因为地缘的关系 地缘的关系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方位 方位讲完以后 一讲这个大家就一目了然 我们也讲方位 各位不了解 左边是南边 前边是西边 右边是北边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东西呢 发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是五月份 五月份是不是属于春末夏初了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马祖的四月天跟五月天 是不是都是南风北风在交地 有的时候一下子会起 就急烂死急烂 所以说他船只呢 毛泊这个地方呢 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破损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这个梁亭呢 带来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 我们阿兵哥来到这个岛礁的时候 来到这个岛礁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岛屿的外环道路 外环道路就称为一线的海帆绍 一线海帆绍是365天 24小时管制的 就是禁止所有人员进入 为什么呢 以前军管时期 两岸气氛比较紧张 所以早期时常会有水鬼摸绍 不是大家时常听到 我们那边的犀牛鱼 一个牌被摸掉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南钢的铁堡 一个帮被摸掉了 对不对 就是属于这种一线海帆绍 都是介于什么 路连岛的状况之下 路连岛 什么叫路连岛 就退潮以后总共可以走过去 这个前方也是路连岛 它水位高的时候满水位 海水会连接在一起 能不能走过去 会站高到一米 一公尺 一公尺 好 那我们刚刚早上去的那个蛇岛呢 一过去会有三公尺 可是最低水位只有在大潮水的时候 15 16 17 18 初一 初二 初三 才有做连接 其他的时间都没有做连接的 好 那地理环境了解以后呢 所以阿兵哥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做海防班哨 做为什么 卫兵亭啊 机枪堡啊 我们的班哨啊 我们的牌班哨 对不对 所以当初阿兵哥发现了这些字 发现这些字呢 是整排这样过来 这石头 整片这样过去呢 整片这样过去呢 他是把这个字凿在上面 那凿在上面呢 阿兵哥发现了 是不是一级一级向上承报 当时的马防部司令官 是马祖的最高单位 司令官李开勋将军 他下来视察呢 觉得这石头有保存的价值 当时我们举光 所以去西局的蔡浦湾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那个左边那个牌子很大 是龙虎 举光就叫龙虎部队 以前北竿就叫晴天部队 所以说南竿 北竿 东影 跟什么 举光 他的方号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当时呢 龙虎部的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就把我们这房谷的两顶 后面的胆土墙 前面的馆厂 就把它建造完成 建造完成以后呢 马祖官最大是谁 当时就司令官李开勋 当时民国55年的时候 台湾官最大是谁 台湾 对啊 不是家介石 没讲马祖我就知道叫李开勋 台湾就叫蒋宗正 蒋宗正他儿子是谁 蒋宗正 对 所以几乎都在他形势 所以说他那时候任国法部部长 所以把这题呢 命名为怀骨庭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说马祖这个地方弄好以后呢 台湾中央警单位国法部部长 就把这题命名为怀骨庭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说就把这题保留下来是民国55年 那这个字是什么时候刻下去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万历强无大欢烙 必烙后霞日 宣州省军有龙 或深窝六十九名 于东沙之上 布沙一族闽人 董应举提子 早期呢 人家以为这个丁发呢 是什么 人家抢了这么多保物 对不对 像蔡迁在北干 是不是成立大本部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既然有 倭寇海保部队 海保部队就是海洋保护部队 各位了解意思吗 不是一听你们就懂了 讲文言文就听 我就不要讲百话文了 那我就把文言文翻成百话文 万历 是名神中的年号 江与大欢烙 很多人都念江 江旁边的公 对 所以要有十字旁 所以天念江号 万历 强无大欢烙 地那后祥日 那万历 它前面的两韩字呢 是介绍当时的朝代 跟年月日 万历是名神中的年号 强于大欢烙 是天刚地之的丁几年 丁几年就四十五元 那意思 地那为五月初五 所以说人家讲 那以为是十二月 不是啊 地那是五月 五月初五 后霞日 霞日就十年 对 明神中四十五年 五月十五 人来解号 神永龙呢 他是安徽宣州人 当时任海军总兵 我们称为千总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是明神中四十五年 对不对 那个我们澎湖的天后宫旁边是明神中四十年 所以说他在台湾 他在澎湖 他在马祖 都有他的战功 战功 神永龙或深屋六十九名名于东沙之山 他就是申请海盗六十九位 里面呢有两位是厨工 就煮菜的 煮菜的 所以说部队到开外的话 一定火房兵一定要带着 对不对 火房兵不带着呢 吃什么 喝什么 这样了解 意思吗 名于东沙之山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东沙之山 东沙之山在哪里 不知道 就是各位站着这个地方 这样了解 所以说明朝呢 跟清朝呢 都以地形跟地貌来命名 什么叫地形 什么叫地貌 我刚刚为什么 讲了南 讲了西 讲了北 另外只有一个没讲 东 这样了解 西面的正 前面是不是叫东面 那东面 各位下午 在绕这个 整个岛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里叫什么 老头山 就大福石科 然后向右转 往北面走 是不是蒙奥港 再往北面 偏东走 是不是蒙十奥 蒙十奥在偏东走 就是辅正撒那 你这样了解一下吗 大陆从西面传开过来 看到这里到东面 全部都是沙地 那又叫东边 那又称什么 东山 这样你 你了解意思了吗 好 灯沙资沙 布山一族 敏能抖一举提子 好 抖一举呢 它是进士抖一举 官拜 姑姑 又是兰 那它为什么会把神有龙的战功呢 停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要讲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五月十五 刚刚不是跟各位讲过吗 天后的因素 其实为什么蓝眼泪四月五月 每个人都说要来四五六最好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还有蓝眼泪 跟蓝眼泪没关系 我刚才讲的是气候的问题 南风转北风 北风转南风 就叫变天 变天是不是就乌云密布 那乌云密布蓝眼泪是不是没有关害 然后风浪很大 然后整海全海大爆 是不是就是蓝眼泪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为什么四月五月 那它这个人对我们很好 对它不好 因为今天就跟各位一样 看到没有 船只停在这边 对不对 很愉快 对不对 如果是后天的话 碧琳破落 一下子起九几蛋十几蛋 拉毛都来不及 船只就破损了 那跟各位讲可能不知道 去年你如果来冬局就知道 我们这边有一艘六百万的渔船 停在我们的扶正杆里面 扶正杆里面 那其他的人就下去怎么 捡龙螺啊 捡螺螺啊 是不是很高兴 在上面酒喝了两杯 就在床上睡觉 隔天早上床破掉了 因为隔天本来是南风啊 南风是不是我们的澳口 在北面是风平烂静 可是当天晚上瞬间起十几蛋 就是起毛都来不及 南省段段就到澳口里面去了 所以去年我还留下几乎 就跟这个船子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这样了解 所以说我们这边岸边很奇怪 你这看是很平淡 可是马祖这边会瞬间 会瞬间 所以说讲到这个呢 他记载他的攻击 为什么可以申请这个 船只破掉以后 人是不是就到这个岸角上面来 他东西都怎么样 船只破了不能回去 那神有龙的步都就到这边来 当时有派出通事美智子 什么叫通事就讲翻译官 就是神有龙不会讲日语啊 你懂我意思吗 翻译官过来 他就跟他讲 他们只要器械投墙 那他就给他占床 不拼 然后粮食 就可以让他怎么样 平安的潜航回去 他如果不是神有龙的床的话 那是不是开出去 就看到老公的床就打了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所以说才可以怎么样 谈好条件 才可以申请这些人 这样了解意思吗 当时的同应局人 跟他同朝为官 就请工匠把他的战功 把它刻在这个地方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记载神有龙的战功 不是在想几百吨的环金在哪里 后来几百吨的环金 大家悟出来了 就在前面 我跟各位讲几百吨的环金在哪里 你向后看一下 你向后看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 我话讲完 你才知道几百吨的环金在哪里 君为了 我说几百吨的环金 也等到 freaked你 第二天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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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對对对